台中市火车站附近建国路和南京路一带 许多年来一直就是摊散满街 阻塞交通 继承最干烂的地区 为荣脑伪电和摊散而兴建中的建国市场 占地有两千多平 总工程费约三千多万元 市政府于58年7月发包新建 中途由于建工设计而造成一拖再拖 无法入期完成 市民们希望早日完工 以改善这一个地区的交通和干乱